詞曲 曲 李宗盛 《知識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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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 市場 opotâm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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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莊嚴喔 對啊 真的非常感恩 十萬人又聽得到暈啊 好痛喔 哈哈 她這個詞語 她那個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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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女王 這是她的八對 這個女兒就三年一樣 這兩個人,這兩個人? 對,這三年 這當中的第三年? 他在位二十九年 這個? 這個老公在位一年 他就帶給他 這個老公正守泉州 他就是泉州 泉州,泉州這樣 所以他這個 一千一百十年老公正 來到北京 對河南的廟 對河南的故事 我們的根都是在那裡 所有姓氏的根都在河南 他這三個就來到北京 唐夢的時候 那就是古代十五 唐夢分類成五代十五 那就是 韓國的歐洲 那會有的 那這三個就 對河南的 很久了 全世界中心會 在特地舉辦 隨時這里金融 對 這不簡單 隨時這里金融 對 這個看到的事物很小的 看來看多開心 四鵬騎孫這堆這麼熱 這馬 我阿嬤常說我四鵬的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台中市王姓中心會 永齊紀念館很榮幸的 來了一位大歸兵 是連著好幾件好幾件 擔任過我們台中市副市長 現任的立法委員 楊瓊英小姐麗玲 我們來掌聲歡迎一下 那接下來來介紹我們今天 與會的團隊 我們王家的來 我們輔導理事長 王建坤理事長 大家好 歡迎 都在我左手邊的是我們的 現任理事長 王瑞銘 大家好 那我是今天訪談的引言人 我是現任的副理事長 王世龍 我是現任的副理事長 我右手邊 也是我們另外一位副理事長 王錦談副理事長 大家好 好 接下來這一位老帥哥 是我們的總幹事 王國中 王國中 接下來是我們的現任的理事 也是我們建坤理事長任內 特別設立的一個青年團的團長 王智信 王智信 王團長 接下來是我們的監事 王批成先生 大家好 他也是我們陳剛 目德星光的主委 接下來是我們福島理事長 建坤理事長的賢內柱 我們永齊館的館長 王智信 好 謝謝 各位觀眾 今年度啊 為了疫情的關係 那 兩岸原來 往訪的一些 一些交流活動呢 也跟著就暫停終止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幾位中長啊 這個靈際移動啊 就想出了一個辦法 來促進兩岸的 情感的交流 就設立了一個 共同的網站 取名叫做 王者之風 那 這個王者之風 這個網站呢 在大陸 在台灣 在全世界 都可以看得到 主要是以介紹我們王家的 來源 還有現在發展的一些狀況 還有歷連來的一些活動 在這當中 今天我們首次 邀請了這個 我們楊瓊英立法委員 來接受我們的訪談 那 為什麼我會挑選楊委員呢 因為在2009年的時候啊 敏王的金森首次 來台灣本島尋安 那 促成了兩岸啊 王室中青呢 共同齊聚在我們台中 神剛的穆德新宮 當時我們就很榮幸了 邀請到楊立委來出席這個盛會 同時也邀請了當時的立法委員 王金平大總長來擔任主計 那相隔了十年之後呢 在2019年 敏王金森再度來台 這次來台啊 尋安了台中嘉義高雄三個地方 這兩場的活動啊 楊委員都公逢盛會都有在場 那我想透過一段影片啊 來回顧一下當時活動的盛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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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團書記長啊 歡迎 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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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歡迎大家 大家都一家人啊 楊立委 樣子 連世界 pm 等同於總書記 上香一參拜 二參拜 再參拜 好 像你講一陣啦 我們也差很多 哈哈哈哈 很年輕耶 很年輕耶 剛剛透過這兩段影片呢 我們回顧了2009年當時活動的盛況 以及當時季度的盛況 那透過這樣子 閩王文化兩岸的交流活動 來增進兩岸同胞的往來 那我想來請問楊委員 您怎樣看待這樣的活動 以及對這次活動的評價如何 我是非常感動喔 因為當時理事長告訴我說 我們的這個王室中青喔 這個兩岸要交流 我們就說這個太棒了 這個人生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的敬佩理事長 這樣子的一個作為 兩岸本人就是一家親 那這個兩岸一家親 除了我們台商到那邊去工作 那去賺錢 那當然這個都是大家要非常羨慕 但我們覺得說人生啊 到了某一個階段 那你總是希望你能夠為你的中青 你的中職 你的這個家人做一些事情 那這個王室上不是只有為家人做 而且是為了整個中青在做 而且又為了整個世界喔 這樣子兩岸一家親 和平的一個文化宗教交流 有很多人說這個文化啊 宗教啊它是五國界的 所以我說理事長所做的事情都 跑得特別快 這讓我非常敬佩 所以當這個活動呢 正式開始的時候呢 到了落境啊 各我們各縣市在落 我非常感動 所以回到我們的地方來 我當然一定要限制去接 那當時的立法院院長 就是我們的王金平院長 那院長呢也全程 哇他那天笑呵呵 我發覺他頭頂都有光 哦 因為很開心嘛 而且又是自己姓王的 那大家會覺得說 楊秀映啊 那你為什麼 當時當然我是立法院的書記長 那你為什麼會對這個活動這麼熱情 我說我跟著理事長在學習 那但是我也要沾點邊 因為我媽媽 因為有我媽媽才會有我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媽媽就姓我 我媽媽從小就一直告訴我們 我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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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一個活動 我終於知道姓王的人的風光 貴賓雲集 而且我看到每一個人在穆澤信公 在我們做兩岸交流的時候 在記住那個樹木的表情跟誠心 是讓我們重新來感動的 我覺得在不管大家做什麼工作 那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活動交流 而且看到大家所展現出來的 那樣子的一個誠心跟樹木 那對於中青的一個聖宗尊遠 以及我們要傳承給下一代的發揚光大 這讓我是非常感動 是是是 非常謝謝楊偉仁 這番感人佩服的一個發言 那中華文化遠遠流長 我們王家人雖然分給台灣海峽分成兩岸 可是呢 剛剛楊偉仁講的非常的 道地也非常好 兩岸一加星不只是文化 在血源上在血脈上 那我們永遠都是王家人 尤其有楊偉仁 也是我們半個王家人 我們也覺得非常的與友同堅 那楊偉仁雖然年紀輕輕啊 可是他維尼喉舌啊 卻非常的資深 是一位資深的年輕的美女立委 那維尼喉舌這麼多年呢 給我們地方上的一個感覺就是 會做事很做事 然後呢充分展現了他愛民親民 為民口舌的這個風範 那尤其這幾年啊 楊偉仁在這個社群媒體啊 網路上的經營啊 也是讓這個跟我們千年 閩王這個王審之德政惠民的這個執政風格啊 一脈相傳 那尤其這幾年呢 楊偉仁透過這個社群媒體的 這個社群媒體的這種工具啊 來跟市民分享他的成果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父子是我們啊 大家也都為楊委員紛紛來點讚 那等一下要來請楊委員談談 他工作中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啊 那我想說我們敏王文化的交流啊 兩岸的交流活動呢 也會未來會隨著我們王者之風的網站設立之後呢 會來加強在社交媒體上面的宣傳 那是不是能夠也邀請楊委員 一起來參加我們的宣傳 那日後的適當的時機 等這個疫情稍微緩和之後呢 也誠致地邀請您來 來或者跟我一起到 跟我們一起到 帶領我們到福建 去參加第七屆的女王文化節 那請問這樣子的計畫 不知楊委員您的看法 也謝謝主持人的台海喔 我想剛剛說我是半個王家人 那我也一直在思考說 誰這麼大膽啊敢把這個網站的名稱叫做 王者之風 結果我一想一想 實至名歸啊 這是非常道地的啊 我就是王家人嘛 我就是王者之風嘛 那王者之風王家人是有情有義 那協和家庭的 這也是世界和平最重要的一個精神跟宗詞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動喔 可以藉由王家人王室中親 這樣子不管是主婦喔 的會整喔 據我呢 現在喔 據我了解喔 我們已經有一千本以上喔 各種不一樣的喔 而且還有很珍貴很珍貴的 那所以呢 我身為半個王家人 我也覺得是非常非常的 感覺到這個榮耀喔 那同時我覺得如果一個中親 如果沒有人 就像我們在政治界當服務生一樣 如果你把你做的事情 你沒有去推廣 那第一個人家也不知道 而且我也深刻三十幾年來的 服務生的工作生涯 我們也看到社會 或者是我們的資訊 這個科技日積月累的 它一直在進步 一直在方便 那我們當然啊 台灣人現在很流行的一句話 叫做接地氣 那你當然要接地氣去迎合 去面對 讓你所要做的事情 結果論的 去將這個結果去呈現 所以目前呢 我們在臉書上面啊 或者是在Line群組 各種方式 IG啊 我們都會隨時 將我們的這個 所做的情況 那必須要給我們的好朋友 大家來分享 甚至要拜託我們的好朋友 也一起繼續去分享 沒有什麼目的 真正的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幸福快樂生活 了解我們自己 了解我們地方建設 那所以呢我覺得 我們王室中心會在創會長 以及現在的理事長的領導之下 我覺得這不簡單耶 我們除了將塑根 把塑根做出來之後 還要將我們的文化去累積 然後呢再去做分享 分享就等於是一個交流 那現在據我們是要到第七屆了 這事非常的不簡單 而且在全世界各國輪著辦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光榮的一件事情 有機會 我也願意希望有這個機會來參與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疫情的關係 我覺得我們是很福氣的人 大家做好防疫 我相信疫情一定會趕快從地球消失 我們大家一起攜手重心來加油 就像我們王者之風 王室中心的一個理念 就是大家幸福健康快樂 所以我也深感有這個榮耀 我們一起持續來推動 整個王者之風 所有的文化以及他的活動的系列 好那針對這個後疫情時代 想請問一下楊委員 您對於我們兩岸的米王交流 的這種活動 有沒有什麼看法或者建議 我覺得真的不簡單 我覺得我們王至中心會 真的是接地氣 像我們現在立法院 現在是修會 那時候我們也就是在思考 大家都簽了 如果真的疫情還有狀況的時候 那我們就視訊會議 現在我們有很多的社團 大家都視訊會議 尤其現在工商時代不比以前 都會有這些科技技術來協助我們 不需要面對面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盡量不要足跡這個複雜化 所以大家做視訊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 甚至大家好久沒有見面了 透過這個網際網路 我們也可以開會 我們也可以讓對方的朋友知道 我們在台灣做了哪些事情 告訴大家我們真的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 再推動閩王的這個文化精神 我們持續都在做 那所以可以透過這樣子 這個大家可以更加的 互相的去了解 有一個目標 也就是推動閩王文化 那我們是一分一時一刻都不能停止 要繼續講一句 最後非常感謝我們楊瓊英委員 對我們閩王文化兩岸交流活動的大力支持 台中的永期閩王紀念館 跟福州的閩王紀念館 是連結兩岸閩王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的榴彈 那我們台中的永期閩王紀念館 也將成為台灣閩王文化的中心點 發揮它的重要的作用 那剛剛楊委員進來我們會館之後呢 也從一樓二樓三樓四樓這樣子參觀下來 那你對於我們台中紀念館的這種祖父的功能 您看了不知道您的看法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非常的敬佩 我從一樓然後到四樓 四樓再下來三樓到現在二樓 每一個樓層它都是非常的科技現代化 而且符合了目前所謂的環保智慧功能 綠能的一個概念讓我很感動 最重要的是聰會理事長 還去找了我們自己王室的建築師 所以它等於是在規劃設計 我們自己的家 所以你看它非常的用心採光等等 在空間的設計上面非常的nance 所以我們也歡迎您所有的好朋友 疫情過後有機會 一定要到我們的永期會館 回到你的家 我相信我們的理事長一定會結成的 來歡迎大家一草一木 都是理事長以及夫人非常用心的在維護 所以歡迎大家 那同時我也要說針對我們的祖父 因為有的時候年代久了 找不到了或者是中間有斷層了 那這個是很難過的一件事情 那創委理事長跟理事長團隊呢 努力的去把這些祖父都保存下來 那同時還有一個更接地氣 更飛行的一個概念 譬如說楊瓊姓姓楊 我爸爸姓楊 但是我媽媽姓王 所以理事長也很有智慧的 他會把其他的這個其他的姓氏 也通通也在收起也在邀請 像我剛剛就看到我自己的陽視中心 我都看到有七八本 我自己只有看過兩本 有了七八本 我很感動 所以用姓氏的這個交流方式 大家一起來 我相信這個就是我們的概念 世界和平 世界一家親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正確 智慧和文化的一個方向 我再次的來歡迎大家 一定要回到我們的詠祺會吧 謝謝 再次的來感謝我們楊委員 對我們台中詠祺秉皇紀念館的一個大力的支持 未來也歡迎委員常常回娘家 把這個地方當成是你的家 謝謝 那到最後呢 最終我們福島理事長 建坤理事長 要把2009年的活動大合照的照片 要請我們這個 謝謝 2009年的千個字 第一次來台灣 第一次來台灣 你王第一次放在我們廢國 今生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哇你看 這是十三年前的楊瓊音 美麗 美麗又美麗 年輕又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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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簽名 對 簽名 要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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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827 這裡面 827 827 2021 827 827 827 OK 喔 這個楊瓊音真的是漂亮哩 真的很漂亮 年輕嘛 好,那請我跟理事長跟館長 來帶你來接受這張 謝謝,要放在我們永濟今天 來這裡,館長過來 好,那請我告訴你 好,來吧 還有不,來吧 好,來吧 我終你 jam看 好,來吧 不要,我現在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